五千年文明 十几亿人口 中国的崛起 正呈现人类历史上 前所未有的深度 广度和力度 我们找到了自己成功的道路 我把这个道路叫做中国模式 中国崛起 更要伴随中国话语的崛起 没有话语的话 这个没有真正的软实 为什么这么多年轻的精英和有钱人 都还会往外跑呢 中国经济还能持续稳定增长吗 面对一些热食情绪的时候 您会怎么讲解一个中国超越说呢 中国人你要自信 中国的年轻人更要自信 只要你努力奋斗 一定能够梦想成真 用中国理论回答中国问题 用中国话语解读中国道路 张维维将与你一起探讨这个文明型国家的 光荣与梦想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 这里是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 我是主持人郑若霖 讲好中国故事发出中国声音 这是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人的神圣使命 我们中国在短短七十年里 从一个备受欺凌的国家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的故事实在是非常精彩 但是在这个世界上 总有一些拥有话语权的人 老是在骂我们 我们民间有一种说法 毛泽东时代 我们解决了一个挨打的问题 邓小平时代 我们解决了一个挨饿的问题 今天我们需要解决的是挨骂的问题 当然挨骂是我们老百姓的说法 用专家的语言来说 就是话语权 夺回属于我们的话语权 讲好中国故事 有一个人 他的声音非常洪亮 非常有力 他的著作畅销百万 而且被英美等国家 翻译在他们的国家里出版 他有一个视频 叫中国人你要自信 在网络上点击是上亿 他提出中国良知 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话题 这个人 就是今天我们的演讲嘉宾 上海福段中国研究院院长 张维维老师 有请张维维 张老师 欢迎 欢迎 今天非常高兴 您能够站在这里 来为东南卫视的观众 谈一谈中国人为什么要自信 在开始之前 我要给你看三本书 中国促动 中国震撼 中国超越 我想请教张老师 当年您写这三本书 以及你做中国人你要自信 你的初衷到底是什么 实际上很简单 我就觉得 就是中国已经崛起到今天这个地步 我们应该自信的 但是我看到我们实际上 我们的知识界也好 媒体界也好 很多人不自信 网络空间 把一个生机薄薄的中国 描绘得一团七个 我觉得这个不真实 也不厚道 所以我说真的了解这个世界 要把话说出来 以正视听 以正视听 要说中国的崛起 既要有纵向的历史比较 也要有横向的国际比较 我们从哪里来 我们要走什么道路 我们将往何处去 今天张伟游老师 将以中国一个文明性国家的崛起 来给我们提供他的答案 张伟游老师 有请 大家好 非常高兴有机会到东南卫视 到中国正在说这个栏目 跟大家一起来探讨 中国作为一个文明性国家崛起 这么一个非常重要 也是很精彩的一个题目 那么我想从我最近 对欧洲的一次访问说起 我们上个月组织了一个小组 去布鲁赛和当地的智库 进行交流 那么他们向我谈一谈 中国模式和西方的关系 我就讲了三个简单的故事 我说 2011年的时候 阿拉伯之春爆发 当时你们欧洲 欧盟一片欢呼声 伟大的西方民主模式 降临到了阿拉伯世界 但是五年过去了 发生了什么 2015年 120万中东难民 逃离战火 逃离自己崩溃的家园 涌到了欧洲 今天把欧洲的政团 搅得翻天覆地 欧洲此时此刻很多危机 都和这个难民危机有关 我说2015年 中国发生了什么 中国是一亿两千万人次 出境 一亿两千万人次 拿着护照 走出国门 这已经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中国今天 已经创造了世界 最大的中产建策 背后是很简单的道理 你西方这个模式 欧洲这个模式 在非西方世界 在中东没有成功 而中国模式 在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我还补充了一下 我说你们欧洲 老是在说 中国人权不好 甚至又叫 中国的人权每况愈下 我说怎么可能呢 对不对 我只是个常识判断 一亿两千万人次 中的99.999% 都回到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 他们怎么可能 回到一个没有人权的地方 怎么可能会回到一个叫做 人权每况愈下的国家 不可能 英文叫做 The opposite is true 相反才是真实的 这是个常识判断 这是我讲的第一个故事 第二个故事 我说25年前 当时苏联崩溃了 东欧崩溃了 欧洲西方的媒体 一片欢呼声 伟大的西方民主模式 降临到了铁幕国家 但是25年过去 我们看一下 前社会主义国家的表现 和中国的成绩 一个天一个地 没法比 在苏联解体的时候 俄罗斯的经济规模 比中国都大 现在中国的五分之一都不到 我就举个简单的例子 中国今天的外汇储备 到现在2014年 4万亿美金 这是个什么概念 我今天的外汇储备 这一项 就比整个 前社会主义国家的GDP 加在一起还要多 比你的经济总量还要大 这也是个很简单道理 就你这个西方模式 在非西方国家 在前社会主义国家 没有真正的成功 特别是用中国的标准来看的话 远远没有成功 而中国模式 在中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那么第三个故事 我就讲中国和美国的比较 我叫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我这里想用两个数据 跟大家谈一谈 我的一些看法 一个是我叫做 中卫家庭净资产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是 2010年的时候 美国是77300美金 中卫水平 50%比这个高 50%比这个低 中国的城镇的家庭净资产 比它低大概一万美金 所以差距已经不是那么大 美国人口是三亿多一点 我们是七亿的城镇人口 所以用城镇人口跟美国比 也是可以比的 而且我自用这2010年的水平 2011年之后 中国城镇家庭的家庭净资产 还在增加 而美国我没有看到最新的数据 至少到2014年 还没有超过2010年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对比 真是我叫做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那么另外这个指标 我想讲的就是 对自己国家的发展的方向 是否满意 那么我用美国皮油中心的 这个材料 它每年在中国做大型的民调 在世界上几十个主要国家 做同样的民调 做来做去 中国人对自己国家前途是最乐观的 对自己国家发展方向满意度是最高的 所以我想再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 就是我们国家 这个相对的比较的成功 我觉得这个非常之重要 那么中国是个超大型的国家 读懂中国是不太容易 走的地方越多 我也觉得就是 这个人均GDP有时候很难 把中国这样的国家说清楚 比方说我知道有个非洲国家 叫赤道几内亚 人均GDP早就十年前 就超过北京上海 两万美金 但那首都 一般的人连自来水都没有 所以我说我们指标进行创新 那么我和我的团队 我们在做个小小的研究 一个小小的项目 我叫做四个社会指标 一个是家庭中卫净资产 一个是人均预期寿命 一个是社会治安 一个是对自己国家发展方向是否满意 我用这个四个指标 为了形成一个新的系数 为什么这样 因为这四个指标 我可以收集到比较充分的数据 而且都是比较权威的机构 把它确立起来的 我们在做这个尝试 那这初步结论 我已经可以告诉大家 就中国做得相当之好 而我有个发达板块 这个板块人口跟美国一样多 实际上做得比美国还好 所以我就打一个比方 上海跟纽约经营比较 如果你看人均GDP 纽约比上海高四倍 但是上海的家庭净资产 比纽约人要高 上海的人均区寿命 比纽约高四岁 纽约79岁 上海83岁 这个社会治安大概要好四到五倍 这个整体对前途乐观 上海居民也高于纽约居民 我的初步判断是 中国的整体的GDP被低估了 很多东西没有被包裹进去 那么背后就是一个简单的事实 确实中国道路应该说成功了 这是人类历史上 第一次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根据购买力评价 创造了世界最大的中产阶层 成了世界最大的外汇储备国 向世界输出最多的游客 而且已经基本建立了 全民养老 全民医保 不管怎么样 现在美国还没有做到 所以我觉得 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们的成绩 足以使我们感到自好 我们找到了自己成功的道路 这个非常重要 我把这个道路叫做中国模式 在张维维看来 相当一部分的西方学者 仍是西方中心论和历史终结论的支持者 如知名美国政治学者福山 早在1989年 就曾提出著名的历史终结论 认为西方是自由民主 代表了人类历史的最高阶段 在这个意义上 历史终结了 究竟是历史的终结 还是历史终结论的终结 从布鲁塞尔到慕尼黑 从伦敦到巴黎 从阿姆斯特丹到开罗 从纽约到上海 收访百国的三十多年里 张维维与各国学者 就为误读的中国道路 中国模式 展开针锋相对的激烈变断 中国已经崛起到今天这个地步了 把这么精彩的一个中国 描绘成漆黑一团 国将不国了 我实在是看不下去 我觉得走得太远了 所以我觉得要把这个简单的事实讲出来 那么中国模式有不同的解释 有人说你能不能用最简单的这个话 来描述一下这个模式 我说可以 我说经济上 我这个模式特点是 我叫混合经济 我们公开表述叫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我这个模式不是十全十美的 我们现在天天在讲改革 我有不少地方需要改革 进一步的改革才能真正到位 但是就现在这个水平 它已经可以和西方模式 经济模式进行竞争 因为一个简单的事实 我们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二十多年过去 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 没有经历过金融危机 财政危机 经济危机的国家 尽管我们经历过很多困难 但是没有到这种危机的程度 而且我们这过去二十多年来说 老百姓的财富是爆发性的增长的 而西方模式 特别是经济模式 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 最大的问题就是 过去二十多年 绝大多数的西方国家的老百姓的生活水平 实际收入没有真正的提高 那么社会领域 我的模式特点是 社会与国家的良性的互动 这和西方模式中强调 两者对抗 甚至高度对抗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这个社会有更大的活力 同时有更大的凝聚力 我觉得这也是比较好的一面 在政治领域 我说政治领域很大程度上涉及到 如何产生国家的领导人 西方模式叫选举 或者叫大众选举 中国模式我叫做选拔加选区 我说这个叫选贤任能 我中国最高的决策机构 中共这央政治局 一个委员的起码的要求 是两任省委书记 他要治理过至少一亿人口 我觉得这个制度 应该是世界最有竞争力的制度 所以我觉得我是看好 中国这个模式 虽然还可以进步地完善 但就现在这个水平 可以和西方的所谓大众民主 进行这个竞争 这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整个这个中国模式和中国崛起的背后 是我叫做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 什么叫文明型的国家 就是一个历史上 五千多年连续下来 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 和一个超大型的现代国家 叠合在一起的国家 这样的国家此时此刻在这个世界上就这么一个 我说这文明型国家呢 它有四个特别重要的跟人家不一样的地方 我叫四超 四个特点 超大型的人口规模 超广阔的疆域国土 超优久的历史传统 超丰富的文化基地 以人口为例 我们每年春运 现在基本上的统计是 一个春运35亿人 也就是说一个月里 你大概要把相当于整个北美洲 南美洲 俄罗斯 日本 非洲 欧盟28国人口加在一起 从一个地方挪到另外一个地方 是这样一种挑战 所以人口众多 是对中国治理的一个最大的挑战 同时也是最大的机遇 所有在中国投资的人都知道 我在中国做到最大 我在世界可能就是最大的 中国现在企业自己也认识 我在中国做到最大 我世界也是第一个 那么超广阔江域国土也这样 就我这样的一个规模 它是一个州的概念 就你飞机飞三个小时 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 还要吃中国饭 中国菜 讲中国话 这个是很特殊的一点 就我们有巨大的地缘政治 地缘经济 地缘战略的优势 我们叫战略众生 我们现在搞一带一路就是的 我们周边的国家 这么多邻国 我们都是他们最大的贸易伙伴 那么超广阔的历史传统也这样 就中国任何一个方面 它的历史往往都是上千年数千年的 你比方说我们政治治理的传统 我们有个叫民本主义传统 民为邦本 本故邦民 就治理国家的时候 你一定要把改善老百姓的民生 老百姓的生活的方方面面放在第一位 这个传统一以贯之到今天还是这样 那么超丰富的文化积淀也是这样 就是我是一个百国之和的国家 这我经常有概念 什么叫文明性国家 另外一个通俗的说法就是 成百上千国家慢慢整合起来 那么这里还要谈到一个文明性国家的治理方式 它的传统就是不一样的 我叫做统一的执政集团 一直是这样的 大部分时间是统一的儒家执政集团 过去两千多年都是这样的 如果你一定要说一档次 我过去两千多年可能95%以上时间都是一档次 但是重要的是 在这个所谓的一档次下 我绝大部分时间 四分之三的时间 中国是比西方更加发达的国家 这是一个基本事实 现在很少有人质疑了 建交大学的教授李约瑟 毕生的经历 研究这个中国古代的科技发明 他说人家老说中国是上千年的专制社会 他怎么可能呢 怎么能够解释 数千年来中国在绝大多数里面的科技发明 比我们多得多 另外就是郑和夏西亚 你先仔细看一看 那十五世纪上半叶 它的这个主力界 排水量 比这个后来八十年之后的 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的圣玛利亚号 达一百倍 背后是工业能力的 达巨大的这个差异 中国是源源领先 那么这呢 我跟大家讲一个 我去台湾访问的一个故事 也是一段回忆 就是我第一次去台湾访问 是1996年 当时台北 就想建一个地铁 他们叫捷运 从这个中正机场 建到台北市中心 51公里 但是二十年过去 到今天还没有建成 期间我看到报道是 台湾已经换了 十三个交通部长 大部分都是政治任命 这个二十年间 中国大陆发生了什么 我们建成世界最大的高速公路网 我们建成世界最大最好的高铁网 我们建成了世界上最多的地铁 上海现在从零开始 现在是688公里 世界最长的地铁线 城市地铁线 当然我们的过程中 也有自己的问题 有的还不少 但是我们的成绩 远远大于我们的问题 为了自己要加以充分的肯定 在这样的一种 我叫做制度绩效的落差面前 我们有些人还是认为 台湾这个制度 代表中华民族的未来 我实际叫做严重的脑财 或者严重的脑子禁食 缺少起码的实事求是 那么最后呢 我想讲我的一个结论 就是一个国家的绝起 它背后是一个逻辑的 如果你们看西方的 大部分的解读中国的逻辑 叫做历史终结论的逻辑 就是所谓叫 集权主义到威权主义 威权主义到民主化 这个逻辑来读中国的话 总是误读和读错的 一个文明性的国家 崛起有它自己的逻辑 这逻辑是不一样的 它是怎么样一个逻辑呢 就历史上我是领先西方的 甚至是远远领先的 这个领先是有它的原因的 我叫原因一 后来十八世纪开始 中国落后了 有深刻的教训 现在我们又通过自己的艰苦奋斗 真的一步步赶上 而且赶超方面做得相当不错 这赶超的成功 背后也是有深刻的原因 我叫原因二 这个原因二和原因一之间 是有正向的逻辑关系的 就我历史上 我领先你的时候 是什么原因 可我今天重新赶超你的时候 什么原因 往往是一致的 比方说我历史上顶先西方 我是民本主义传统 就是名为帮本 本故帮名 强调做一些事情 要落实到民生的感受 比方说我历史上 我是选贤任人 我过去古代叫科技制度 有教无类 通过考试之后 你可以观之宰相 就强调这个上来的人 要能够做事 真的有水平 这个传统今天还是在发扬光大 所以我想是这样一种逻辑 解释了中国的崛起 和其他国家不一样的崛起 和西方不一样的这个逻辑 中国人你要自信 这是我经常讲的七个字 我今天看到在座的 大部分都是年轻人 所以我要再加一句 就是中国的年轻人更要自信 为什么 因为中国是一个文明型的国家 这种国家的崛起 它的这种深度 广度 厚度 强度 力度 它所能够提供的机遇 机会 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没有见到 所以我想这道理很简单 只要你努力奋斗 一定能够梦想成真 谢谢大家 好 张教授非常精彩 谢谢 张老师曾经跟我说过 私下说的 说我其实特别喜欢 尖锐犀利的问题 欢迎在座的四位观众代表 和观众向张伟游老师提出 尖锐犀利的问题 好 我们休息一下 广告以后再回来 这里是中国正在说 你觉得这个中美 这个发展的模式 应该怎样发展下去才对 为什么这么多年轻的精英 和有钱人都还会往外跑呢 为什么会出现独外现象 您觉得这是中国震撼 中国超越吗 我自己个人的经历 还是蛮独特的 我在年轻的时候 在最基层工作过 那么后来又非常荣幸 有机会直接为党和国家 领导人做翻译 包括邓小平 邓小平曾经讲过这么一句话 听过枪声的士兵 和没有听过枪声的士兵 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还实地考察了 一百多个国家 到现在为止 我做的政治领测 应该说还是比较准确的 脚底板走出来的时候 比较靠谱 中国的崛起 我自己曾经这样比较过 所以要放到历史大背景上来看 你会看得非常清楚 十八十九岁的时候 那个崛起的国家是谁 是英国 是法国这样的国家 人口才是一千多万 两千多万 我叫千万几 到二十世纪 就是美国的崛起 后来日本的崛起 这个时候人口是上亿 那么到二十一世纪 今天中国的崛起 它是个十年以上的一个级别 我把中国这种国家 我叫做是文明型国家 这种国家崛起 它是非常精彩的 就人力上没有见到过 唯一的 我叫文明型国家的崛起 讲好中国故事 发出中国声音 这里是中国正在说节目 今天陪伴我们的是 上海复旦大学 中国研究院院长张伟伟老师 我们有四位观众代表 第一位是海归人士 任晓南 任先生 第二位是新华网国际评论员 张艺女士 第三位是首都师范大学 美国CET学术项目负责人 莫达维先生 第三位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金融硕士 田维新女士 好 我们第一个问题给任先生 张教授 你好 我在英国曾经工作 学习过多年 发现一个特点 就是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发展 一直有各种不靠谱的预测 比如说 中国刚刚加入WTO 世贸组织的时候 然后很多西方的媒体 就会说 中国可能经济也要衰退了 然后要崩溃了 西方对中国有中国崩溃论 还有中国威胁论 那么请问张教授 这些认识偏差的背后 是意识形态偏见 还是其他原因 谢谢 实际上这个西方对中国 特别对中国政治的预测 老是出错 一个重要的原因是 您简单提到了 就西方的意识形态的偏见 他总觉得他那制度 代表人类最高阶段的 一种成果 一种制度 所以你要说 无非就是像西方制度 不停地靠拢 这是意识形态的偏见 另外还有就是 西方形成的社会科学 特别是政治学 有很多问题 因为它是基于西方 自己的历史和经验 总结出来一些东西 然后套应到中国 往往就很不靠谱 所以如果他不能够摆脱 西方的意识形态偏见 不能够摆脱 西方形成这种社会科学 包括政治学这种偏见的话 他对中国预测总是失误的 这概率非常非常之大 同时我觉得我们中国自己要 形成自己的话语 形成自己的 更加有说服力的一些 包括社会科学 包括新的政治学 把中国的事情 把世界的事情都解释清楚 我们正在做这个事情 好 下面我们的美国朋友 张教授你好 我在中国生活三十年了 在北京 都说在北京 一直在关注中美关系 所以我的问题也是关于 中美这个合作模式的发展 这个最近在东海南海 这个中国和美国 这个很多冲突我们都知道 但同时这个周月初 在杭州G20 那个国家是中国的 习近平那个主席 和这个美国欧巴马 达成了一系列的 很历史性的共识 主要是那个 发展那个气候的那个 对 协定 这个通过这个批准 这能说明什么问题 而且你觉得这个中美 这个发展的模式 应该怎样发展下去才对 对 好 非常好 谢谢 我自己观察中美关系 我第一次去美国是三十多年前 八五年 当时中美的贸易额 一年是六十亿美金 六十亿美金是什么概念 今天中美贸易额一天是十五亿美金 今天中国一天跟全世界的贸易额 是一百多亿美金 也就是说我今天中国一天的贸易 就超过了当时中美一年的贸易 那么中美贸易已经今非昔比了 中美两国之间 现在已经密切的各种各样的联系 连接在一起 双方的共同力远远大于双方的分歧 我觉得这个一定要看清楚 所以我觉得中国现在提的这个观点是对的 就是中美这样的大国 只能建立一种新型的大国关系 不是Zero Song 零和游戏 而是赢赢 双赢 我就可以做到的 那么您提到这个例子非常好 就在G20峰会的时候 中美两国同时向联合国提交了批准的文书 也就批准巴黎协议 这非常重要 因为中美两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合作 对世界是举足轻重的 它也从一个角度说明 就是中美两国合作的领域有多么的宽广 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形成一种双赢互利的一种新型的大国关系 我对此是比较乐观的 谢谢 张教授 您好 现在我们都知道 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到了中高速增长 呈现出一个L型的趋势 那很多人就发出担心说 那中国经济还能持续稳定增长吗 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 我在日常报道中经常见到西方媒体的一些论调 就说中国现在已经陷入了中等国家收入的陷阱 对于这种论调您怎么看待 这个谢谢 实际上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我不怎么用 因为我觉得它不是特别靠谱 如果说中国最需要当心什么陷阱 我觉得一个是我叫做民主原教旨主义陷阱 民主原教旨主义陷阱 一个是市场原教旨主义陷阱 市场原教旨主义陷阱 两个原教旨主义陷阱 两个原教旨主义陷阱 中国的发达板块早就超过这个GDP的水平 既说明官方统计GDP 那上海 北京早就1万6 1万7美金 早就已经跨越了这个限制 跨越了中等收入线 所谓的中等收入线 那么其他板块只要向中国的发达板块学习 这问题就解决了 另外呢 这个中等收入线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 我看了它的那个事业银行的报告 它里边列举了一些这个国家 说已经跨过这个陷阱 其中包括赤道几内亚 这么小的国家 然后我刚刚讲过 那首都连自然水都没有 所以我对这些都打个很大的问号 至于中国经济的走势 实际上这个现在 6.5%到7%的增长率 在世界范围内也是相当不错 我做个初出计算 大概大致等于如果是6.5%的话 每年我们额外创造的GDP 三年可以是一个法国 因为中国现在经济规模已经很大了 而且这个统计还是不完全的统计 另外中国特点是这个东方不亮西方亮 西方不亮东方亮 这个整个国家一定亮起来 中国机遇太多太多了 所以我觉得就是保持这个增长率的话 我们都有很大很大的潜力 现场观众也通过纸条 向张伟维老师发问 我们来看一下这位观众的提问 中国中央政府的力量非常大 那么请问中央政府的责任 由谁来监督和制衡 为什么会出现败现象 这也讲到尖锐 您的书名就很尖锐 中国触动 中国震撼 中国超越 您觉得这是中国震撼 中国超越吗 实际上这个可以解释得很清楚 就是实际上中国今天的反腐力度 是世界最大的 我们这个中央政府监督的 不光有人大 有政协 还有这个中央纪律委员会 这是非常厉害的 我们这个半年前去中纪委参观过 他们现在这个有一个软件 就是电话叫One Button 一按你有腐败 随时可以 今天你发现腐败 直接可以报到中纪委 当时我们一起参观 还有一个欧盟的官员 没有他这个厉害 他说我们应该把它推广到 全世界 这个我是领先的 可以这样做的 实际上这个腐败问题 它是一个 要把它放在历史进程中来看 你只要客观地看 这个世界各个国家崛起的情况 主要国家崛起情况 都出现过这样的问题 就是经济高度增长 财富爆发性的增长 同时腐败也增多了 有人说这西方民主制度 能够解决腐败问题 也解决不了 我这四小龙最典型的例子 这个在初步完成现代化之后 我们的台湾 韩国采用了西方民主制度 新加坡香港没有采用 而是走这个法制 然后建立反腐机制的道路 结果谁制腐败制的好 当然是新加坡和香港 治理的更好 我顺便讲一句 最近我看这个美国大选 报道那个就是 希拉里这个邮件门的案件 里面各种各样腐败 我说如果拿到中国 我们中纪委查一查 你有百分之一我就要定案 要专门立案要查了 但在美国是合法的 当然美国会因此而受到损害 巨大的损害 大老师你好 我是北京大学的一名学生 因为我刚刚上了研究生 然后很多的同学 都选择到国外去求学 而且我们看到 很多的现在中国的有钱人 发了财之后 都赶紧地移民到国外去了 但又很少看到 有国外的有钱人 到中国来定居 如果我们中国在未来 将会有很好的发展 和很好的机遇的话 为什么这么多年轻的精英 和有钱人 都还会往外跑呢 我给你讲一个故事 就是美国好莱坞拍过一个电影 叫《赫尔》 就是它是2013年拍的 那个电影的故事呢 发生在洛杉矶 但这个故事呢 整个电影都在上海拍的 很多人就问这个导演 因为那个电影的主题 是描写一个 未来的这种 未来主义的爱情故事 很多人就问导演 为什么洛杉矶的故事 放到上海去拍 他说这个你都不知道吗 上海代表世界城市的未来 中国是个超大型的国家 你这个说一下说 阿富汗能发财 10万人就去了 你说伊拉克能发财 又10万人去了 你说美国的工资 已经创造了 无比美好的一个描述 还能忽悠很多人 但是现在大数据表明就是 特别90后 现在基本上 这个留学回来 已经开始超过 待在国外的了 这是从去年开始的 我自己有个判断 10年之后的中国 中国的中产阶级规模 可能是美国人口的两倍 就是我是六亿的中产 所以这样的这种规模 我们的购买力将来不得了的 不得了的 所以我觉得到时候 我倒是真的担心问题 你要移民 要什么东西 很多人都会带着 同情的眼光 哎呀 要去受苦了 我自己老觉得 这个一出国就爱国 跟这个有道理 好 现场的观众 还有谁有问题可以举手 张教授你好 现在晚上有一个观点 就是说您的那个 所持的观点 可能更适合一些中产阶级 但是像有一些失地的农民 还有一些失业的人员 或者是一些这种 讨薪的人员 这种弱势情绪的时候 面对一些弱势情绪的时候 您会怎么讲解 一个中国超越说呢 谢谢 这个看中国也好 看世界也好 你一定要有个总体把握 就是英文叫proportionality 就是这个比例 中国这个弱势群体 占人口的比例是多少 否则你没法讨论问题了 你在纽约的到处 都很多很多这个讨饭的 你说这就是美国 这不准确的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我跟谁我都是讲 都是一样的观点的 但我强调一点 就是如果你要改变自己的命运 中国这个体制 是最能够改变自己命运 在国际比较中胜出 这个过去几十年的发展 也证明了这一点 所以我觉得 我们一定要看这个就是 一个社会的总体 多数人是好起来了 都坏起来了 那么用这个指标来衡量的话 中国多数人确实好起来 好了很多很多了 然后弱势群体也看到希望 这个社会在帮助它 这个国家在帮助它 我们现在这个5000多万的贫困人口 2021年必须完成扶贫的任务 政府一个非常庄重的承诺 没国家这样的 就中国这样做的 所以我觉得讲这问题 我们可以讲得很自信 没必要与种种原因 感到不好意思讲 客观的 实时求是分析 可以的 好 张教授您好 我是传媒大学新闻系的学生 就是中国的崛起 中国模式对于世界 现在已经产生了一个 什么样的影响呢 谢谢啊 我觉得很重要 就是中国经济增长 对世界的贡献 现在是有比较可靠的统计数字 因为G20刚刚结束 刚刚结束 对 就是从2008年经济危机 到2013年 我们的贡献率是38% 就世界经济增长中 其中有38%是中国做的 大概是美国的一倍 然后2013年到2016年 是25% 还是世界第一 就我们的贡献是世界最多的 那么如果把这个上升到 就是进一步 就对整个国际经济秩序 政治秩序的贡献 我觉得现在在开始显示出来 这也是就我讲中国的软实力 这次G20是有很好的体现 就我们设计的这个会议的一层 包括这个创新 活力 这个包容 联动 是我们提出来的 这个每一条都有具体的含义的 创新 指的创新增长方式 我们把会议放在杭州 这样大家看 我们怎么做 我们由一带一路来做说明的 我们在带动一带一路 周边 整个六十多个国家 所以我觉得就是中国今天的 不光是实际经济 对世界经济的贡献 而且我们在提供思想 这个思想 最重要的就是 合作共赢 不要以为是个很简单的东西 过去整个西方世界 不讲这个的 就是我赢 你说你说我赢 就是这样的 中国说合作共赢 所以这个是真的很多东西在改变 我们现在很普通的很多的概念 实际上对很多国家都很有启发的 我这个到英国 我就跟他们这样说的 我说你们这个公投脱离欧洲 我说能不能从中国借一点 我们的智慧呢 我真怎么跟他们说的 是 我说你这么多的民调都证明 基本上英文叫50 to 50 就一半对一半 一半人赞成留欧 一半人赞成脱欧 我说这个时候 最需要使用就是协商民族 对不对 你采用公民投票 那么这社会肯定是更加分裂了 对不对 一拖完马上上街 对 我跟英国人说 我说我是很担心的 我说这个 我说我对中国未来十年 我敢预测的 我说你敢不敢预测 英国未来的十年 你是大不连天 以后还是小不连天 我说你采用协商民族嘛 把另外50人 50%的人 他们的要求 也考虑进去 对 然后就可以解决 形成一个共识 我觉得今天讲中国故事 可以讲得很精彩的 谢谢 好 问题很尖锐 很犀利 回答也非常精彩 现在我们休息一下 广告以后 我们再回来 这里是中国正在说 好 欢迎回到中国正在说 今天张卫月教授带来的演讲 主题是中国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 我最后提一个问题 好 你经常说文明型国家的崛起 也要伴随着画影权的崛起 为什么 就是如果你没有自己的话语的话 可能你做得对的东西 会被人家描绘成是错的东西 你做得很好的东西 人家说这个是过度的 最后要转移到个莫名其妙的 叫做西方模式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一个国家一定要有自己的话语 然后把自己的事情 把世界的事情讲得清清楚楚 防止被别人忽悠 好 防止被别人忽悠 在今天这个世界上 我们一定要构建自己的话语权 我们中国从领先到落后 从落后到追赶 从追赶到超越 我们中国实际上在经历着一场 非常深刻的广泛的社会变革 我们在人类历史上 也是在竞争着一场宏大的 特殊的实践创新 今天的中国 已经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 我们需要创建 一个文明型国家的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这样的中国自信 是基于对西方模式的 深刻的了解 也是基于对我们 自己历史的深刻认知 感谢张维勒老师 也感谢在场的观众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中国正在说 谢谢 非常感谢 谢谢 谢谢 谢谢